KVB作為香港的一大標籤 他的沒落令人唏噓 前期的KVB百花齊放巨星取燦 因為內部及人工低的問題 離愁的藝人十有八九 KVB人工低和山頭臨立是落寞的主因 盧氣骨陳榮俊近日接受媒體採訪報料 原來KVB也有氣霸 這段被人惡心的記憶終身難忘 68歲的陳榮俊出演全觀稱 胡鐵花、韓千葉等角色為觀眾熟知 他從1984年加入KVB至今40年 從當紅綠葉到如今一個月只有300港幣 其中辛酸一言難盡 陳榮俊在採訪中表示當年是黃占提携他加入KVB 陳榮俊原本是佳藝電視龍虎舞師出身 1979年重回酒店冷氣機工行業 1983則轉任兼職的士司機 再接載黃占時獲他介紹示勁 1984年他參加無綫電視藝員訓練班改制後的 第一期藝員招務班 畢業後加入無綫電視 因為外表歲戲 早年他經常飾演《風道偏偏的公子》 或形象正面的歲歌 全女獸是在《楚留香之蝙蝠傳奇》出演南二號 之後陳榮俊又接連出演了 《蝕仁貴青東雷的驕勇善戰的蝕應龍》 以天屠龍妓女有膽識 曾姑新一人上光明鼎挑戰當時的名教教主楊鼎天 並讓呼獲代爾斯芳心的寒千葉 《楚留香之蝙蝠傳奇》裡為人豪爽不羈 從情從意的胡鐵花 不過他在拍《楚留香之蝙蝠傳奇》時 因為打氣導致勒骨斷裂 而拒絕無線男主戲邀請 並在金國偉建議下更名為陳榮俊 當時高層漢中陳榮俊的形象有意捧他 但陳榮俊就由於私人原因 跟公司說不上當主角 他指主角在圍讀劇本時 除了自己戲份部分環繞兼顧其他角色 稅花很多時間 這令他當時要攻防泰的他沒時間去做兼職 加上他覺得正派小生競爭激烈 容易被新人取代 而反派更多樣性 而且不受年齡限制 更具有長遠性 於是他主動向無線提出走反派路線 因為反派氣氛問題 他的氣氛越來越少 慢慢從三線開外變成了十八線開外 但他昔然的一些角色 仍吸引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比如以天屠龍妓女的陳友亮 鹿鼎妓女表面寡言小語 忠厚老實 實質心狠手辣的風濟中 天龍八步女表面想看起來欠虛 實質一個善於玩弄權術 成虎頗心的全官清 他和康敏行下一戲 兩人威了自己的私利陷害喬峰 把丐幫搞得烏煙瘴氣 陰謀敗路後 全官清被丐幫其他長老打死 他對整個劇情 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 天龍八步女的一場貴戲 因為劇情複雜 光是拍攝就拍了七天 他也貴了七天 沉醇妓女被連瓶殺死的路海 也視他飾演的 因為演了太多姦令小人 他也成了TVB羽用反派 當反派多年 他直到2010年 才得已演一直上演的哭戲 哪場戲也收獲了諸多好評 隨著年齡的增長 他的氣氛多以宮廷劇集裡的公公或太監角色為主 由於他演繹的太監過於為超為妙 2016年時 他還在無線電視綜藝節目 前面說到一位高層有意捧他 但遭到陳榮進拒絕 這位高層並沒有給陳榮進穿小鞋 還完了他做奸葛的願望 但陳榮進沒想到之後會被人針對 即便當時已經是十多年的老員工 仍毫無尊嚴 時報有一次拍戲遇到戲霸 只要自己拍感情戲 對方就故意發聲噪音 多次要求安靜卻毫無作用 當時男一號勸他別招惹對方 因為棄霸有兩個強大的後台 陳榮進表示對方至今還在圈內演戲 大家能猜到是誰嗎? 遭人棄弄的陳榮進感覺到尊嚴被善答 告知大一任妻子並表達要離開想法 當時的妻子支持陳榮進 不過考慮到女兒要出過年書 經濟實力不佳只能引氣吞聲 陳榮進後來看透人情冷戀 一邊拍戲一邊兼職 開過的士乾過電工 即為賺更多的錢擺脫困境 讓家人過想更好的生活 沒想到的士 大一任太太鄭安麗 在2010年因腦逸血出世 二人相逾已末三十年 陳榮進飽受打擊一度想過自殺 陳榮進當時整日閉門不出意志消沉 好友黃日華為他排休解難 不停約他外出踢球 逐漸走出陰影 不曾想黃日華的發妻梁傑華 在2020年因血癌去世 過去勸陳榮進別想不開的華哥 自己也曾躲在廁所裡想過興生 而讓他走出陰影的人 是歌手兼演員的吳香倫 Helen 吳香倫出身於演藝世家 吳欣智慧月宇長片明星 9歲時他已被法國參加劇團 11歲已在賴元登台 1977年他加入TVB成為歡樂今宵合約歌手 之後他已登台歌手惠葉 2008年開始以特約演員身份接劇 直至2012年才成為無線合約藝人 陳榮進和吳香倫曾經在怒火街頭裡飾演根叔根嬸 不過當時陳榮進的亡妻仍在世 所以彼此連電話都沒有留 2010年年底陳榮進的亡妻離世 吳香倫在化妝間巧遇陳榮進特異賞前安慰 但也只是點頭之交 真正讓陳榮進與吳香倫關係發生變化的 還是2014年兩人因食慰勞再度相遇 才開始交換電話並慢慢產生了感情 2017年12月8日 在王翠如的撮合下陳榮進向與吳香倫求婚成功 2018年7月兩人在香港舉辦婚禮 兩人的再婚也讓陳榮進的孩子非常高興 他肯感謝吳香倫讓爸爸走出了陰影 沒想到兩人結婚後不久 媒體報導收到一封長達三頁子的匿名信 怒指陳榮進是藝君子 據匿名信爆料 陳榮進的長子陳榮林年輕時 與一名未成年女子未婚先人生下長孫 可惜婚後不足一年便因性格不合而分居 孫子便由陳榮進太太鄭安麗負責照顧 但鄭安麗去世後 陳榮進就不再照顧孫子 當時才五歲的他只能交由婆婆照顧 陳榮進慢慢地連最初每月給予的一千元生活費也斷了 讓爆料人不滿的事 孩子婆婆現在仍住在土瓜灣公屋 陳榮進卻搬到了馬安山獨立屋 還有錢出去旅行是典型的藝君子所為 對此陳榮進解釋戴兒子是與前妻離婚 並非未成年結婚 而且離婚時 女方為了要撫養權主動放棄善養費 法院方面都有依據 即便如此 他此前仍主動給孫子學費 直到中學一年級 但戴兒子前妻卻仍要他付孩子中學所有費用 他財庭的 他直言為什麼要把所有的罪都推到他這個老人家頭上呢? 而藝君子風波並沒有影響到陳榮進與吳香倫的感情 兩人依舊愛得甜蜜 吳香倫與陳榮進三個孩子的關係都很好 婚後 陳榮進還包冷了所有的家務 不讓吳香倫累穿 不過在藝君子事件發生前 也是陳榮進與吳香倫剛剛申婚時 吳香倫就確診幻想肺炎 花療半邊肺 但夫婦已普洛觀態度 反港後繼續醫病 只是病情一直沒有好轉 後來 吳香倫手指腫到結婚戒指都大不了 兩人更著急 經過近一年多的檢驗和醫事 並先後入院過手指和大腿肌肉組織化炎 最後確診皮肌炎 而另一個知名配角老婚 正是因此病引發器官衰竭過世的 曾經歷喪差之痛的陳榮進非常崩潰 他自愈為命運似坐過山車 擔心再失去自愛他痛苦地表示 為何有事我 唯一讓他慶幸的是 醫生說吳香倫病情發現得早 而且沒有老婚的嚴重 還是有康復的希望 去年 陳榮進跟圈中好朋友劉剛 馮素波 魯振信等接受媒體採訪 就大爆TVB公司問題 網友對此也是熱烈討論 此也許這是TVB藝人離巢紛紛不想拍戲的原因吧 陳榮進在節目中被問到經常在劇集飾演奸角 是因為要偷空到外面做其他的工作 例如開的士、開小巴、貨車等 不開車的時候 還會去兼職做冷氣技工、水電工等工作幫補家用 譚導演員的艱辛日子 陳榮進十份氣憤 他表示自己在內地工作十天得到的酬勞 等於公司TVB一年的薪酬 雖然外界都知道TVB人工低 但是陳榮進在節目中大爆公司人工低 仍是令不少網友感到嘩然 也令人感到辛酸 此外陳榮進還大媽TVB十份刻薄 一旁的劉剛老師就表現的見怪不掛了 還小說改天可以到他家修理冷氣 在緩解現場緊張氣氛的同時 似乎也說明一個道理 那就是TVB公司真的恆低 所幸陳榮進多年的付出在內地有所收獲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